大家 各位好 OK 现在我是在这个小花园里面 也不知道我这个镜头对得好不好 来谈谈今天主要是谈病毒的溯源问题 这个话题呢 其实我是第三次做节目了 这个在2020年初 1月份在美国出现这个疫情以后 我马上就做了一个节目 大家如果回忆一下 就是说这个病毒的溯源问题 我当时就讲了 这是中美杂种 中美搞出来一个杂种 这是我做的第一个关于溯源的话题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讲了 绝对不会有结果 无论怎么调查真相大家不会知道 为什么 因为真相真正的真相出来以后 中美都脱不了干系 OK 你是咋种做出来 这个父亲母亲啊 两个人都有责任嘛 对吧 那么第二个视频 关于这个溯源的问题 是在三个月之前 拜登宣布 要给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 90天的时间 你也给我拿出一个报告来 我马上就做了一个视频 说绝对不会有结果 OK 绝对是呼烟了事 绝对就是磨灵两可 我要重申了这个观点 你们真正要去追求溯源的话 中美都脱不了干系 OK 那么这一次啊 90天过去了 8月24号 终于这个报告提交到了这个拜登的座子上 今天我是听到这个妄为啊 这个Cherry报道 就是说非常遗憾啊 这个拜登没有获得他想得到的这个情报啊 因为这个调查这个团体啊 没有对这个调查的这个就是溯源的这个啊 达成一致 大家一天不同意 所以没有一个定论 也不知道是 等于就是没说啊 当然了 他们就怪 这是由于中共啊 没有提供足够的情报 OK 我听到这里我就有点想笑了啊 我就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这个一个老公啊 或者是一个老婆啊 怀疑自己的这个这个配偶啊 在外面有外遇 OK 就说 就拜托了一个这个这个侦探 这个侦探说啊 你去跟我调查 我给你这么多钱啊 我给你三个月时间 你一定要拿到证据 一定要拿到我老公 或者我老婆啊 跟别人这个搞破鞋的这样的证据 OK 然后呢 这个拿了钱啊 行 我给你弄 然后呢三个月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这个报告就送上了 这个委托人 一看 不清楚啊 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外遇 那种不清楚 因为你老婆 或者说你老公啊 不肯配合 他不提供这个情报 他不告诉我们 OK 就是这个人的老公有老婆啊 要给你配合 要告诉你的话 这个人他还请你这个侦探干什么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啊 中共不配合 OK 这个中共不配合啊 至少他还让这个世卫组织啊 去了这个中国啊 去了这个武汉 还到处看了看啊 至少让 那美国配不配合呢 既然这个 查这个病毒嘛 对吧 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全世界的事情嘛 那美国国家都要查嘛 对不对 那美国配合不配合呢 就讲这个事情啊 所以呢 我是觉得啊 挺有意思的啊 但是在这个英国的BBC啊 不是BBC的 英国的好像是电视台 第四电视台 就出了一个这个叫纪录片啊 就中间就是就是啊 讲了一通啊 这个可能是这个 就暗示 可能是啊 这种有这种想法 有这种 全部都是怎么说 就是习老式的啊 习老式的 就暗示性的啊 又举个什么样的例子呢 就讲哎呀 你老婆最近很晚才回来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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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而且我看到她 经常就是去什么什么地方啊 她暗示什么 暗示你老婆跟别人有外遇 她也不讲清楚 但是我没有证据 我没有证据 这个老公就一直怀疑 这个老婆可能是有外遇了 她没想到这个老婆 其实可能是到那边 就学个什么新的东西啊 突然迷上了一个 一个什么东西 就不好意思跟老公说 因为比如说画画啊 画得不好 老公会笑我啊 那我就是有时间 老公啊 上班去了或者什么样 我就跑到那去 学画画 或者学儒家 或者学减肥 或者学什么其他的东西 或者打麻将 打麻将 或者是赌博 OK 她有可能去干任何事情 啊 但是这个提供给这个老公的信息的时候 所以老婆哎 经常打扮到花枝招掌呢 就往那个地方去 OK 经常看到她 OK 每次出来啊 有时候就生气 有时候就很高兴 OK 有时候生气 可能就是我赌输了 那高兴 又赢了钱了 就高兴啊 而且呢 经常这个山上凉了 就跑到什么东西去喝咖啡 什么东西啊 所以呢 这种事实上就是说 大外宣的那种说法 大外宣洗脑的说法 就是不给你正式的一个什么东西 而就是说这个引导 OK 引导 叫什么带风向 带风向这样的啊 那么像这样的这个不负责任的 毫无公信利益的这样一种带风向的这样的宣传 这个就不是报道了 这是宣传 OK 这个就是中共的宣传部的那种搞法 宣传 那么中共至少说不清楚了 我们是宣传部 我们不是报道部 我们不是什么 叫什么 什么新闻部 我们不是 我们是宣传部 中国有个宣传部嘛 但是呢 这个英国就要 哎呀 这些民主国家就要 怎么说呢 就要躲躲散散啊 我们新闻是自由的 我们是报道 OK 事实上就是宣传嘛 对吧 那么 无独有偶 这个英国就说 这个溯源呢 很可能还是来自美国 sorry 再说一遍啊 这个要剪掉了 这个英国就说 这个病毒很可能 还是来自武汉的实验室 他给了一个很大的hint 这样的一个暗示 那么同时呢 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个视频啊 这是一个台湾朋友发给我的 就说是这个韩国控告美国 这个放病毒 到韩国去 怎么怎么样啊 这个这个 而且韩国什么什么 以前也有人成病啊 什么的也是 类似于这个新冠病毒啊 什么是吗 然后这个视频 我仔细看了一下呢 它也没有公信性 为什么 韩国是指什么 你是说了韩国政府吗 要不你就说是韩国政府 或者韩国的某一个 这个组织机构团体 或者是某一个个人 比如说啊 有一个老婆啊 她的老公死了 她老公以前是为美军服务的 而且呢 跟这个美军以前是做过这个 叫什么 这个方面的工作的 嘿 要破YouTube YouTube 要拿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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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 OK 多谢 所以呢 她这个 去世了 或者生病了 或者去世了 或者怎么样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说她可能去控告美国 就说我怀疑你 我那个老公的死啊 跟你们这个 放病毒有关系 那你总是要有一个 具体的说 谁在控告美国 这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啊 你不能说韩和服服说 韩国控告美国 韩国起诉美国 这个首先就不 第二 她起诉的内容也很模糊 起诉内容 她是说是 起诉内容是 美国把这个有毒的东西 或者是这个 军案什么东西啊 弄到韩国去了 那么这个东西 具体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东西 她也没有讲 OK 然后她就 在这个过程中间 就开始讲 讲什么呢 就讲 在这个过程中间 这个 韩国也有过一些人 得了像新冠这样的症状的 这样的什么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这个叫带风枪的搞法 OK 所以说英国的这个东西 跟这个 我估计是中国大外学方面 至少是或者是亲共的人士 做了这个视频 这两个视频 这两个视频 都不可信 OK 一个套路 半斤八两 OK 所以说我们搞这个 我是学过新闻的 我是一本正经啊 虽然我是小地形家 是艺术家 OK 我也写小说 但事实上 我是在北京广播学院 新闻系的 OK 我是真正的学过新闻的 而且我是有这个 国际记者证的 所以我是对新闻 是有所了解的 有所学习的 我就知道 你真正做新闻的话 五个W OK 就是那个五个W 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你一定要讲清楚 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事情 谁 发生了什么 这个东西 你都一定要具体到人 你才有说服力 否则现在那种 那种带风向的文章 尤其是 把两个不相干的事情 有机的牵涉在一起 比如说 昨天 这个法院判了Mr.A 他有这个布伦 Mr.A 他跟他老婆的妹妹搞破鞋 OK 讲完以后 马上又讲 我的朋友Mr.B 跟他老婆的妹妹的关系很好 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对不对 Mr.B 跟Mr.B的老婆的妹妹的关系很好 跟Mr.A 跟Mr.A的老婆的妹妹搞破鞋的事情 就是发生男女关系这样的事情 你可以发等号吗 Mr.B跟Mr.B的太太的妹妹 也许就是一般的朋友 就是一般的亲戚 就是由于你是我太太的妹妹 我很喜欢你 这很正常吗 喜欢老婆的妹妹 很奇怪吗 尤其是如果那个老婆的妹妹 比自己老婆还年轻一点 当然老婆的妹妹肯定是比老婆年轻一点 对不对 或者还好看一点 或者脾气好一点 或者撒娇一点 总是老婆跟自己很近 就变成自己人了 老婆的妹妹隔得远一点 就客客气气 就有一个过去对老婆的美好的想法 都放在妹妹身上 这可能完全有的 但是你就不能说明Mr.B 他跟他老婆的妹妹的关系好 就一定在搞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文章把它有机的 我们串在一起就是在带风向 带这个事情 OK 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所有的 看文章的人 看所有的这些一般的老百姓 要有辨别能力 OK 要有辨别能力 你们看任何文章都不要想当然 都不要被他风向所带动 一定看到的实质是什么 他具体要讲什么 控告控告什么 对不对 谁控告的 什么时候 对吧 这个一定搞清楚 在哪里控告 对吧 这些东西都要搞清楚 所以呢 我今天讲的这个 关于病毒溯源的问题 正于我 这个一年多前 和这个三个月之前讲的 一模一样的结果 我那个时候 他出来我就讲了 不会有结果 绝对不会有结果 为什么 谁都脱不了干系 对吧 你说这个 你说是武汉武汉 那中国就控告你这个 德克里德堡 德克里德堡 就打嘛 那美国也心里很清楚嘛 搞到最后就是 它是一个杂种嘛 这个杂种 跑出去了 从哪里跑出去了 现在讨论来讨论去就是说 事实上讨论是从哪里跑出去的 而不是谁制造的 你说美国到现在为止 直字不提 这个东西从哪里制造的 华裔在武汉在制造这个病毒 什么什么东西 但是讲的非常不敢讲 因为为什么 这个东西是美国投资的 福奇博是投资的 OK 他也藏在里面 他们在制造什么病毒 美国当然知道 这个东西哪里去的 美国当然知道 所以美国人知道这个东西 哭不了干系 所以说他们就不谈这个枪是谁造的 而是谁放的枪 就谈这个事情 OK 但是枪呢 他不是谁放的 是走火的 那个枪这个走火是从哪里走火出去的 就谈这个事情 OK 所以呢 这个政治家们啊 想利用这个病毒的这个溯源问题啊 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嘛 搞了搞去搞了搞去 还在说嘛 哎呀这个不能停滞 我还要继续进一步的 要怎么怎么样 要迫使中共配合 什么东西 OK 中共他为什么要跟你配合 他凭什么跟你配合 你不跟他配合 他跟你配合干什么 他明明知道你是拿这个东西来打压他 他还给你配合 啊 就打个比喻吧 就说有一个人叫Mr.A 啊 这个他明明知道这个Mr.B啊 要他的屁股 OK 他还把屁股啊 绝对高高的 让他去 有这个可能吗 有这个可能吗 OK 我知道 啊 啊 连了我的屁股 对吧 我把屁股去得高高的 正好对这个位置啊 好你来吧 这种事情是绝对没有的 对不对啊 所以你美国人的话 啊 这种这种纪念实在是小可了一点 OK 那么关于这个佛奇博士讲啊 这个 啊 到明年年初啊 明年 这个疫情就可以 我们就看到树光了啊 这个 从这个 这个 Tunnel 这个通道 我们就看到通 但 最等级已经看到树光了啊 这个明年啊 大家打疫苗就怎么怎么样 这个事情呢 我也是 表示这个极度的怀疑 OK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要动用大家打疫苗的 又是一个 另外一个方法啊 这个美国为了动用大家打疫苗 是想尽的办法啊 又是罚 又是鼓励 又是怎么样 最后就是 提出希望 最后变成这个 这个打不打疫苗 变成一个道德问题了啊 我不反对打疫苗 我也不赞成打疫苗 我是 跟着大家一起去 OK 我打了一剂了 第二剂我打不打 再考虑 OK 但是呢 这个打疫苗的事情 现在已经把它完完提到一个 道德议程了 OK 而且呢 就提出一个希望啊 明年 大家打了疫苗 明年就好啊 如果明年好不了呢 那么就是 全部是你们这些 没打疫苗的人的责任 OK 就是这样的搞了啊 关于这个事情呢 这个以色列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嘛 以色列是全面接种嘛 对不对啊 以色列全面接种了两针嘛 当时以色列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嘛 是模范嘛 对吧 而且还开放啊 还开派提啊 什么东西啊 结果呢 结果现在以色列非常非常的惨 OK 而且以色列变成了全世界最惨的之一 啊 他们全面接种疫苗了嘛 对不对啊 现在开始打第三针嘛 啊 六十字以上先打 六十字以下现在也开始打 打第三针了 OK 看来是要永远这么打下去 以色列到什么程度啊 一千万人口的国家啊 已经有一百万染疫 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染了 而且都是打过疫苗的 那你说按照福奇博士的说法 对不对 那全面接种疫苗了 都打了两剂了 都安全了 就应该 曙光就出现了嘛 为什么没有出现 所以说 这个对跟新冠这个 的斗争啊 人类跟新冠的斗争啊 可能还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这样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OK 所以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谁的话都信不了 谁的话都不能相信啊 就是关于这个病毒的受影问题啊 这些有些国家 某些国家啊 其实他们心里很有数啊 你们给人类究竟带来了什么 当然我不知道啊 也许这正是他们所想要的 谁知道呢 OK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以后我会在这个美丽的花园的 每一个角落啊 各种角落 来给大家做视频啊 只要我能够把机器架起来 因为我没有三脚架 我这个现在的视频 是做的一个摇椅上啊 只能够这个啊 架在这个树上 这样摆 对不对啊 挺好玩的啊 而且我可以转的啊 因为这里有麦克嘛 我不能转得太厉害 OK 我不能把这个 哦 已经不行了 拜拜